在Python当中 这个反斜杠 它是一个特殊的字符 它表示一个特殊的含义 在Python当中呢 它表示转译 转换成别的含义了 实际上它只是转译当中的提示符 告诉我们 这个字符与其后面相邻的一个字符 它俩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含义 叫做转译字符 那么我们看一下常用的转译字符有什么 杠恩它表示 导商换行 这个斜线是转译字符的提示符 而这个N是一个字符 它们两个在一起就叫做转译字符 所表示叫换行符 而杠T它表示一个字符位 它用于去跳转到下一个字符位 这个一个反斜线一个双引号 它将在输出结果当中去显示一个双引号 这个反斜线加个单引号 它将在输出结果当中显示一个单引号 那么这两个反斜线呢 它在输出结果当中会以一个反斜线的形式 给显示 那现在呢我们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去新建一个派生文件 叫做转译字符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要写上北京欢迎你分两行输出 怎么写 北京欢迎你分两行输出 你可以一种方法去这样写 叫做北京 然后在这写上什么呢 叫做欢迎你 那么我们这个它肯定是分两行输出的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print它会默认换行 但是除了这种方式呢 你还可以怎么讲 你可以这样去写 我加一个分格符 咱们使用转译字符的形式去写 写上print北京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一个斜线 反斜线写个n 它就表示我在这里要换行了 北京之户要换行了 换行输出什么 欢迎你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输出是不是和上面输出结果完全相同 当然不同的地方什么 这个-n你可以写多个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了 在输出当中 如果遇到-n 它怎么样 接换行 可连续 换多行 而且这个-n的位置 它是不确定的 你可以放在最前面 可以放在中间 也可以放在后面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这样去写 写上叫做北京欢迎你 然后呢 我北后面写个-n 京后面写个-n 欢写个-n 你后面写个-n 它的输出结果会是什么呢 一个字 占一毫 北京欢迎你 现在知道了-n的作用了吧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t -t 它表示的是一个质表位 那我在这的时候呢 把这句话买过来 -加西到这里 把这个-n 直接改成什么 直接把它改成-t 我把它改成-t之后 咱们现在运行 运行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空格好小啊 这个-t到底是多少呢 那么我现在来告诉你 这个-t它到底是多少 我们在pikem当中 实际上是不好观察的 我们把它去放到 idre当中去观察 我呢 windows加r 去打开cmd窗口 还记不记得 怎样去执行pikem了 在命运行的程序当中 我在这写个python 我的文件是在f盘 vippython vippypython 我的文件名字叫什么 chap2下面的 叫做9 转页字符 转页 我把这个名字 直接复制过来 重命名一下 refery name 把这个整个的名字 复制过来 右键粘贴 然后现在呀 我们回收 你看一下 这回你就能看出来了 一个-t 它是这么大 但是这是一个完整的钢铁吗 不是 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钢铁 因为北京到这儿 从北开始一直到关之前 这是一个完整的钢铁 因为北京 它根本就没有占满八个空格 我说好了 它没有占满八个空格 所以从京一直到关这儿 它是四个空格的位置 来看一下 你要说老师我不相信 不相信没关系 我再给你写一行 prent 我在这儿写什么呢 h-e-r-l oh 这是五个吧 六七八 九 是这样写的 保存 然后到我这边再重新的去执行 来你看一下 下面这儿 你数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 几个 四个 四个英文字符 四个空格 而北京是中文 它占了四个字符的位置 就四个英文字符的位置 看到了吧 在这儿 所以啊 也就说一个钢铁满是八个空格 满是八个空格 那么它如果是没满八个 它会给你整出显示出剩余的部分 如果够满八个 它会重新开启一个字符位 你比如说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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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是四个汉字 四个汉字的话 它是占满了八个空格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钢铁 它会重新的给你杠出八个来 从这儿到这儿 重新杠出八个 为什么 因为一个字符位已经天充满了 钢铁重新开启一个字符位 那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钢铁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转译字符 单引号和双引号 那么我们再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老师说 我们写这文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这样写 老师说 老师说冒号 冒号后面是不是咱们通常用引号 所以在这写一个反写线 我先来写个单引号 老师说什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把这个单引号再引回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转一字符可以吗 可以 在输出当中 是不是有一顿单引号 那么你还可以干什么 你还可以把这个单引号改成双引号 那么他在输出结果当中就会有这个一段双引号 老师说 那么这个呀叫转一字符 然后在这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叫在字符串 借定符前 加上R 或者大写R 转一字符 什么叫做字符串 借定符呢 你看字符串 这个引号 引号开始 是不是这里面都叫做字符串啊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借定符 你这个单引号 算引号 它就是借定符 那么人家说了 如果你在前面加上什么 如果你在这个 这一角就算借定符 在它之前加上小写的啊 或者在它之前加上大写的啊 那么你的转一字符就失掉了 就这个杠啊 它就不起挂行作用了 是不是就原样输出啊 所以这个R 也叫做原字符 就这种表示形式 也叫做原字符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